大家好,我叫古拉雷,来自托库曼斯坦。 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年轻人, 我深深地感受到一带一路带来的深刻印象和变革。 从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长一一来, 这个世界就开始越来越正面,越来越没有国界。 在这个背景下,我由一带一路的故事因此展开。 我成为一个国际学生, 设法留遍国内的每个角落, 同时也开始关注那些参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活动和项目。 我开始彼此了解对方的文化、历史、语言和生活方式。 站在这里, 回望历史, 你将看到一个复杂建制的世界, 大渔之间的想过印象。 重要大渔会发生的事情, 想起能影响北非这些战争。 根据这朋友, 朝生着母人的随机, 通过一个两千千万的网络漫延到世界的各地。 而且网络就是宿命的西州之路。 我喜欢中国、在中国旅游。 然后在这里, 我将带你们重返四重, 就如从西安出发, 一路、 其心地的独库马斯坦一起去谈训, 它的过去与现在新时代的中国古是一带一路。 大世界古是西安古城长安, 一直被看作是西州之路的开端。 闭上眼睛。 你可以想象到两千多年, 年间的长安, 物重, 水, 河灯, 放入, 放入, 减少, 上湖往来。 它们可能来自亚洲不同的地方, 比如当时的日本既高利在长安的城市, 甚至有许多的外国商人开始的城堡, 用着来自一亿的珠宝、 香料等商品。 其实, 是如今的前年还客, 能看到产生贸易。 往来留下的痕迹, 能有可能成为, 呼变其原意, 很当的习气, 谁通过当年, 新鲜明西丘之路的, 苏特人转入的中央美食。 同时, 同时, 往之间的唱蜜, 往来带来的不仅是活物的, 如同还有一些影子, 对于文化中中国回幻灿, 历史有下多样的地域的风景。 总的来说, 我对于一带一路的故事, 充满了热情和挑战, 也充满了无限可能性。 这个诚意不仅为, 国家各个的地区带来了, 我们知道, 就和国家亭公司, 其他人家的会员、 这个会员也是, 全世界的人们更加关注合作, 思考如何共同, 国家人类、 民运、 共同体。 我相信一带一路 不仅是中国的未来 也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 谢谢大家